今日 韩星朴新慧在微博晒出自拍照 身穿浅色外套搭配深色帽子的她 将一只白色小狗抱在怀里 对此有网友表示 女神终于跟伯了 美美的 哎呦 真是漂亮 12月 朴新慧经纪公司称 朴新慧接到了SBS电视台新剧 女流氓慧静的邀请 但是初步出演还在商榷当中 粉丝调侃称 前年恋爱 去年打阁 今年年恋爱 朴新慧接着角色怎么都如此奇特 有趣的是 李忠硕和朴新慧神同步 近日李忠硕刚刚确定出演 克拉恋人的第二部《翡翠恋人》 女主角未定 将是中国人气女演员 粉丝虽然已经聚荒一年多 但是还是要尊重朴新慧偶尼的决定 不过这个题材如果不错的话 别错过哦 而李忠硕的粉丝也表示 相信二硕的眼光 二硕还没演过烂剧 坐等克拉恋人第二部《翡翠恋人》吧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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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